观察为您电话连线请教的是分析师张文赫 文赫好 各位你好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文赫昨天这个时候我们连线 这个指数是由红翻黑开高走低 今天盘中股价指数一度是大涨超过百点 但是现在这个涨幅又收敛了 再度的遇到了压力流了上影线 现在这个挑战月线每一次都没有成功 是不是跟这个盘面上缺乏主流是有关系呢 上个礼拜看起来电子股好像接棒有点上攻的味道 但是这个礼拜电子又降温了 资金再度的转向了其他的族群 缺乏主流是不是目前指数上攻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呢 两三天之内其实还是持续要来观察 到底主流会轮到哪一个方向的话呢 所以这个盘面上好像主流的表现就不明显了 今天的现象是有很多涨多的拉回了 那也有一些是跌身的出现了反弹 那又要怎么样来观察呢 我先来请教文贺的是 今天5G相关的题材 去资金点火的是在铜箔基板 包括了6213的连帽 还有6274的台药 今天表现都是蛮强劲的 而且今天的量能 这个看起来是出量的 跌身反弹呢 出量是可以追的吗 我们接下来看到虽然现在缺乏主流呢 但是一些低价股呢 还是低进行的个股 还是有表现的空间 但是呢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 接下来呢 指数还有这整个大盘呢 到底主流会轮到谁 生技有没有可能接棒呢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今天生技族群呢 包括了防疫相关的一些疫苗呢 有一个利多的消息 就是呢 最快明年的1月份要问世了 现在是整个国家队都在支持 疫苗的研发 所以今天包括了4142的国光生 可以看到尾盘呢 是再度要来挑战今天的最高 76.3块钱的价位了 如果要来说指数前一波的功高 其实生技族群是功不可没 那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接下来有渴望人气会再度的回流吗 谢谢文赫 针对低价股所做的观察 现在呢 不止生技股往上拉一波 有一些电子股也在尾盘动起来了 包括2353的宏基 刚才出现了多比的大单敲进尾盘拉高 2308的台达电尾盘呢 也有买单敲进2327的国具 今天的股价呢 反弹啊 目前已经是逼近了5个百分点之多了 台面上怎么观察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回来 我住生费备养 台北快一通 它买生费备养 放假真轻松 你爱生费备养 住进公园中 中式羊的蛋黄黄帮蝙蝙蝠 你知道幸福不是金钱买买客的 家人的相聚陪伴 才是拉近幸福的距离 拥有了真正幸福的温暖 新希望带来新幸福 卢州捷运站 城中心 02-2848-8811 来看到尾盘呢 比较积极有买单点火的是在生计族群 尤其是贵买的生计医疗指数 涨幅超过了4个百分点 也带动了贵买指数 持续守稳在月线之上 就带您来关注 在尾盘持续有买单做点火的个股 包括了国光声亮灯公道掌停板 中天合一 目前呢也是买单积极向上的 还有就是被动元件的国具 反映的是八月营收 来到近两年的新高 今天也是反弹 另外包括了造纸的正龙 今天有积极的这个买单 来做承接 目前涨幅有三个百分点 宏基尾盘拉高 另外统一超 迭身反弹 南亚科和硕 都是在尾盘积极有买单 来做进场的一些个股了 感谢您收看股动前朝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分析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更多财经资讯 请您继续锁定 接下来的一言新包